Hello大家好,我是Emily,欢迎来到第四十期的聊新品 饮料零食拿起来 好难喝啊,这是什么,橘子草莓味的 这个喝起来就像嚼过的口香糖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美妆市场又出了什么新品吧 最近觉得好像疫情的影响已经过去了 这个市场又非常的火爆 首先呢,是Natasha Denona又要出新品了,明天上市 这次呢,是他们的Glam眼影盘 这个系列的顺序还有点神奇 因为他们是蛮早之前就出了Mini Glam 然后最近才要出这个Glam的大盘 这盘就是一个冷宗色系的 正好他们上一盘是那种暖宗金宗 然后这次出了一个冷宗灰宗 目前看市色觉这盘就是它的一个金属感非常重 有一半的颜色都有那种像是太空银灰感 这盘眼影还有一个跟之前很明显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这四全都是以眼影的使用位置来命名的 那就期待这盘的一个表现效果啦 接下来是Jeffree Star Cosmetics已经上市的这个Orgy系列 这个系列就全都是这种裸色系的 它前一个那个火化系列是各种不一样的灰色 那这个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裸色棕色 首先看这个大的眼影盘 它就是30个亚光裸色 这个我是肯定不会收的 因为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亚光裸色 特别是第一排那种不同色调的白和最后一排不同色调的深色 我觉得这种化在我这个肤色的眼睛上差别不会非常大 这盘如果是化妆师 而且如果你经常要接触不同肤色的人的话 应该还蛮实用的 它是售价62美元 另外呢它还出了一个这个全都是金属色的酒色mini盘 是售价28美元 这些颜色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好像太普通了 亚光唇用里面我觉得一些深土色 土橘色的还蛮好看的 唇彩的话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觉得这些颜色还蛮适合黑人的 还有里面会有些闪亮的定妆粉 化妆镜还有衣服这些 这个系列没有任何感觉 如果说要买这种裸色大地色系列大盘的话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Natasha Dinona 接下来是Selina Gomez的品牌Real Beauty 这个系列会在9月3号上市 然后你现在在Cebra上面 已经能看到它所有的产品了 我觉得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M Cosmetics 也有一点像Fenty Beauty 最开始初见时候的样子 首先它是会有48色的粉底 也是售价29美元 这个是中高度遮瑕的 还有48色的遮瑕 是售价19美元 也是中高度遮瑕的 还有有色润唇膏 液体腮红 雅光唇釉 妆前定妆喷雾 海绵刷子 价位呢也算是中档 没有什么非常突出 非常有个性的产品 基本上还蛮适合大众的 这个品牌我到时候会买一些产品来试一下 接下来是那个高端的香水品牌 Byredo 那他们也出彩妆线了 这个彩妆线是会在10月1号上市 然后目前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不清楚 这里面有眼影盘 还有那个多功能的彩棒 还有睫毛膏 还有眼线笔 它这系列的包装还都蛮酷蛮特别的 特别是那个眼影 虽然你看里面的颜色平平无奇 但它外形长得像一个金色的生蚝 这系列里面我最多尝试一些唇膏吧 也是因为这个包装买的 别的好像真的都挺普通的 再然后是Kydos的新品 那我这几天应该就能收到了 首先是这个眼影盘 那这次他们又出了这个六色小盘的系列 一个是他们很擅长做的紫色盘 这个是那种蓝吊子 薰衣草子 那个蓝紫色亮片看起来很酷 还有一盘呢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出的裸色盘 另外还有三色的秀容盘 那这次他们是出了三种颜色的 最深的那个就不考虑了 前两个一个是冷色系的 一个是暖色系的 这个还蛮实用的 这系列产品不算非常多 但是眼影跟秀容我还都蛮有兴趣的 然后是Kylie Cosmetics的新上市的这个水手系列 这系列我觉得看起来非常有圣诞的节日气息 首先看这个眼影盘呢 这个眼影盘里面有哑光色 也有亮片色 最突出的是两个深蓝色 再加上两个大红色 除此以外呢 别的都是裸色大地色 但是怎么说呢 我看他自己的定妆照 这个蓝色眼影好像不是很蓝 就是有一点点发灰发黑的那种 让我想到之前One Size Beauty里面的蓝色 眼影盘是售价44美元 接下来还有两支 一个金色 一个玫瑰金色的眼影笔是售价18美元 还有假睫毛是售价18美元 大红色唇彩是16美元 还有这个裸色卸唇布套装是售价29美元 你也可以买一整个系列是115美元 没什么兴趣 又贵又普通 再接下来是Juvius Place新出的这个Nude Collection 他们也出了一整个裸色系列 那这里边全部都是唇布产品 首先是12色的亚光口红 它是售价14美元一支 这个包装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土 它这12个颜色有4支是偏粉紫色的 4支是偏巧克力色的 还有4支是偏那种蜜桃色的 它里面颜色还挺好看的 唇彩是13美元一支 有这种唇色的也有里面都是亮片色的 另外还有6支唇线笔是10美元一支 价格倒是不贵 然后口红颜色也挺好看的 就这个包装我有点受不了 再然后是Urban Decay的Stone White系列 这整个系列的产品终于都出来了 然后是限量的 这整个系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是以那种金石为主题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这样子看真的非常像 完美日记 国家地理盘 它给到官方试色真的非常糟糕 这个试色看起来非常复古 非常像10年前的眼影 另外这个很大的像一整颗石头的是高光 这个还蛮酷的是属于玫瑰金色的 接下来那几只小的短短的呢 是它们的唇彩 这个唇彩包装挺可爱的 颜色的话呢就是金色粉金色 还有蓝紫色这种的亮片 再然后是Nikki Tutorial跟Beauty Bay的联名 这个眼影盘现在已经上市了 是售价30美元 然后是限量的 它是做成双开的 然后左边是bright side 然后右边是dark side 包装很好看 但是里边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彩虹盘 这种类似的彩虹大盘 在Beauty Bay上真的有好多好多 它的配色有点像去年年底流行过的那种 不是很像经典的潮流 再接下来是colourpop 首先是它们跟candyland的这个联名 这个眼影盘我觉得跟它们前一个 就是garden variety那个系列的眼影盘 还有点像 但是比那个更浅更加的马卡龙 这种颜色真的好难画 还有这个滚猪唇油是售价9美元 这种滚猪唇油 我小学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高光粉是15美元 还有有色润唇膏 是9美元一支 Supershop的这种塞红是售价9美元 这个颜色还蛮日常的 这个系列不喜欢不想买 再然后是colourpop的这个向日葵系列 首先是个9色的全亚光眼影盘 是售价14美元 是这种黄色系的 有点像它们亚光版的honey盘 这盘眼影盘这种红红彤彤的颜色 它们之前已经出过无数次了 这整盘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眼熟了 还有一黄一松的两个眼线笔是6美元一支 两个Supershop的眼影 一套是10美元 金色闪片这个身体油是10美元 这个系列也给我一种浓浓的老产品 重新组合包装的感觉 它们最近出新品都好不走心啊 接下来是BH Cosmetics新上市的这个芝加哥系列 16色的眼影盘呢是售价16美元 这边都是那种低饱和度的金色绿色紫色粉色 看起来就是有点灰灰脏脏的 我没有去过芝加哥 我也不知道这个城市应该是用哪些颜色来代表的 不过评论去芝加哥人民很气愤 觉得这些颜色一点都不芝加哥 还有七支这个眼部刷套装是18美元 然后是Permagrass跟Supreme的联名呢 就是一支口红会在秋冬上市 涉亚光大红色口红就是人人都有的口红 但这个包装非常好看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送礼耶 虽然已经有很多大红色口红了 但这个为了包装还是要买 就是这么双标 再然后是KW Beauty新的这个BFF系列 是Kim跟她好朋友Edison Statter的联名 这个系列就是秉承她一贯的传统 是一个裸色系 盒子上印满了他们的合照 这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她之前出的那个 结婚纪念的系列 就是你的婚纱照 或者你跟你的好朋友的合照放在包装上 那关我什么事呢 不要认真我只开玩笑 我知道有很多粉丝 六色眼影是个冷棕色系的 色系有点像Natasha Denona的新品Glam 然后它是售价30美元 还有两款面部盘是38美金 唇膏笔是18美元一支 还有唇彩是20美元一支 我作为一个唇路人 好现在说唇路人是不是有点贬义 我对这个系列完全没有感觉 再然后是Mail Cosmetics的新品 他们这个双色腮红 这里面印花真的很酷 也是那种蜂巢型的 然后上面也印着蜜蜂 但这个叫双色腮红我有点看不懂 看起来有些像高光 有些像Bronzer 珠光光泽的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印花 但里面的颜色跟质地不喜欢 那这个是售价39美元一块 接下来是香提卡辛的这个大象系列 这个系列也是限量的 其实它每次出这种动物相关的这些限量系列 就是收藏为主的吧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颜色 但是它的包装它的印花就是超级美 买它的话也不舍得用到这个印花吧 这个眼影盘是售价75美元 另外还有新出的三只唇膏 是48美元 它外壳上印着大象 接下来是Succo的秋季新品 首先是这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就是把两个四色眼影拼到了一起 眼影做的是很好看 但这些颜色我真的是买不下手 另外还有一粉一黄的两个面部盘 颜色看起来还不错 还有两只口红 再然后是Chanel的新品 这次它这系列的印花都是这种锁链型的 印花很好看 但是试色 看这个单色眼影也就这样 口红的颜色也很普通 这也是完全卖牌子跟包装 再然后是Dior的秋冬新品 这个大概会在10月11月份上市 这个系列的印花都是这种雪花型的 首先看两盘眼影 一个是深灰深蓝 这家酒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偏浅 比较日常大地色的 再加上那种淡黄色 三红也很美 是这种比较百搭的肉粉色系的 上面是印着这个雪花图案 还有这种每次都卖的很火的口红套装 再然后是YSL的节日系列 是Dress Me Wild 全都是爆纹的图案 有眼影盘 有气垫 还有口红 这个眼影真的非常一言难尽 如果一定要收的话 我选择收这个气垫 再接下来是Wet & Wild的新品 正好是两个系列 一个是Coffee Cat 一个是Ice Cream Bee 首先看上面的咖啡猫 那这个就是大地色系的 16色眼影盘呢 是8.99美元 另外三支是纯蜜 它不是哑光纯釉 那这个是2.99美元一支 下面这个冰淇淋蜜蜂呢 就是比较有色彩感的 像紫色系 还有黄色 还有薄荷绿 搭配的纯蜜 颜色比较死亡 是芭比粉 还有珊瑚色 这个现在已经在Alta上市了 再然后是NARS新的Climax系列 那这个也是高潮的意思 之前他们这个系列 是有个这个红色的睫毛膏 那这次呢 是又出了这个眼影 跟黑色款的睫毛膏 首先看这个眼影 这个眼影是限量的 它是售价59美元 颜色虽然也没有多特别 但我还蛮喜欢这种 比较深邃款的配色 深的橘棕色紫色 非常秋冬款的配色 这个睫毛膏呢 是售价24美元 现在已经上市了 再然后是TUFACE的新品 Pumpkin Spice 这个真的是新品吗 眼影盘是售价49美元 其实看颜色的话 也挺好看的 第一排有那种蜜桃色 有黄色 有橘色 第二排有那种绿色系的 第三排有那种紫色系的 雅光唇油看起来也挺美的 这个跟他们之前 Ginger Bread系列 真的非常像 再然后是熟悉的 动物品牌 Managerie Cosmetics 这盘它不是眼影盘 它是腮红盘 这些颜色有点太夸张 太深了吧 这个9色腮红盘要售价54美元 再然后是Aloma Cosmetics的新品 Spanglish 这次是出一个8色的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颜色呢 就是橘色再加上粉紫色 非常鲜艳 这种橘色再加上粉紫 也是去年有段时间的流行 另外呢 这次他们还出了眼部打底 最后是Pure Cosmetics的 跟Barbie的第二次联名 这个眼影盘很像Fenty Beauty 颜色主要就是橘红色系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那种孔雀蓝 三望盘是售价32美元 颜色也好深 口红是售价18美元 一支 这个包装好像还可以 还有身体高光粉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瓶喷雾 那这个呢是Setting Spray 它是里面有闪的 然后滋润型的顶状喷雾 别的还有化妆刷 唇彩 假睫毛 没什么感觉 可能过几个月 Boxy Chum又能开到吧 那以上就是这47的疗新品 最近的趋势 我觉得最明显的 可能算是裸色系 或者大地色系吧 大家手上应该都有了吧 流行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过几个月 就能轮一遍 也没有什么非买不可的 除开颜色 我觉得近期那种包装 还有印花 好看的东西还蛮多的 不知道你们有些什么 想要收的呢 对近期新品 有些什么看法呢 只有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